加拿大多伦多的慈激志工前往伯康医院 举行小型的御佛典礼 虽然大部分的病人和员工都不是佛教徒 但是大家还是以虔诚的心来礼敬诸佛 修剪花材布置御佛台引领病患入座 御佛典礼虽然在伯康医院举行 参加人数不多但气氛依旧庄严 在慈激志工的带领下 包括医院行政人员病患和他们的家属 一一上前御佛 尽管多数人都不是佛教徒 不过礼敬诸佛的心同样虔诚 另外在高桂林的人文学校 同样感受到御佛典礼的庄严 御佛当天除了慈激志工 还有三百多位学生 家长和社区民众参加 一同感念佛恩 请恩 众生恩 佛祖 接花香 庆祝三姐合一 御佛典礼结束 志工安排禁私茶道 让人文学校的孩子学习品名和慈激人文 同时也让大家亲手制作康乃兴感谢母恩 小朋友用歌声为天下的母亲献上最诚挚的祝福 更亲自为妈妈插上裤手装 帮妈妈插上最佳式的手压 线上康兰兴在给妈妈一个拥抱 孩子的贴心就是这群母亲收到最棒的礼物 大约新闻 珍珊美之工加拿大报道